进入4月中旬,2021年银行年报披露接近了尾声,截至目前,上市股份制银行中,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新业银行、明胜银行、平安银行、光大银行,这商银行都已经披露了2021年的年报。 2021年的薪酬变化情况也随之浮出水面,从已经披露的数据看,2021年,上市股份制银行的工资包全部上涨,但上涨幅度差距很大,时下,金融从业者经常自嘲为金融民工。 但从人均薪酬看,股份制银行的平均工资依旧维持在高位,最高的中信银行。 人均薪酬已达58万元,肖金介注意到,铺涨之下,薪酬分化的苗头也开始显现。 银行内部推进薪酬制度改革,薪酬的差异范围在进一步扩大,薪酬的差异不仅仅出现在不同职机之间。 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异将会越来越大。 2021年,上市股份制银行的工资包铺涨。 招商银行领衔, 由2020年的478.47亿,增长到了2021年的587.28亿元,增幅高达22.74%,新业银行紧随其后。 2021年,职工薪酬费用为346.89亿元,比2020年的290.71亿元,同比增长了19.33%,中信银行职工薪酬费用涨幅同样不低。 由2020年的296.79亿元,上涨到2021年的344.03亿元,增长了15.92%,光大银行2021年的职工薪酬,为219.9亿元。 比2020年的192.66亿元,同比增长了14.14%,这商银行的职工薪酬费用,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。 由2020年的81.97亿元,增长到了2021年的91.82亿元,同比增长12.02%,民生银行的职工薪酬。 2020年为282.42亿元,2021年增长到310.15亿元,增幅为9.82%,增长幅度最低的是平安银行。 2021年,平安银行的职工薪酬,为216.96亿元,仅仅比2020年的205.7亿元,增长了5.47%,在已经披露年报的上市股份行中,排名垫底。 肖金界发现,招商银行、新业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光大银行、职工薪酬费用的增幅,同净利润的增幅趋于一致。 招商、新业与光大都是薪酬费用的增长,略微低于净利润增幅。中信则是略高于净利润增长,这几家银行的职工薪酬费用增幅,与净利润增幅基本上持平。 而招商银行与民生银行、职工薪酬费用的增长,则远远大于净利润的增长。 招商2021年净利润同比仅增长了2.75%,而职工薪酬费用增幅为12.02%,民生银行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更低,为0.21%,职工薪酬的增幅为9.82%,虽然盈利不是很好,但还是大幅度增加了整体薪酬费用。 背离度最高的是平安银行。 2021年,平安银行净利润增速为25.6%,位居上市股份行首位,而职工薪酬费用增幅为5.47%,在上市股份行中垫底。 从人均薪酬上看,中信银行排在首位。 2021年,中信银行平均工资为58.06万元,招商银行紧随其后。 2021年的平均工资为56.65万元,兴业银行为55.47万元,平安银行为53.37万元,质商银行为53.11万元,民生银行为51.49万元,光大银行为46.87万元。 一般来说,股份型的平均薪酬,要高于国有大型与其他银行。 从上市股份型的数据看,平均薪酬还是维持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,而且还在维持着增长的态势。 应该说,股份型的金融民工,比其他类型银行的金融民工们,收成还是要好一些。 职工薪酬费用的涨幅,平均工资的高低,更多反映的是银行薪酬整体的变化情况。 肖金介注意到,在这些整体变化之下,银行内部薪酬的差异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。 分化的苗头开始显现,银行都在进行薪酬制度改革。 总得来看,银行的薪酬制度的变化趋势,与银行的转型和业务发展导向是一致的。 也就是说,银行的薪酬制度,要配合目前银行的转型与业务的发展。 一个明显的倾向是,银行薪酬的激励机制开始明显倾向技术岗位,以民生银行为例。 民生银行提出,薪酬要从简单的行政化的按人定价,转变为精细化、专业化的一岗定价,保证重点领域关键岗位,高潜人才的薪酬竞争优势。 据了解,民生银行在业务、风险、数据、技术等领域大量引进数字化金融人才,并且在总行信息技术部,最先完成了专业序列与岗位,定薪酬改革与落位,重塑科技人才的激励模式。 在这样的薪酬激励机制导向下,2021年,民生银行的薪酬结构出现新的变化,保障业务骨干员工的薪酬水平。 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出现一定下降,在建立科技人才人力资源体系与激励机制方面。 银行实际上实在对标互联网科技企业,银行必须建立有竞争力的管理和薪酬机制,才能吸引到更多、更强的科技人才。 目前整体来看,银行科技岗位的薪酬仍低于头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。 薪酬方面,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,所有上市股份行都按照监管的要求,建立了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,延期支付机制与追索扣回机制,每年从高管绩效薪酬中。 按照一定比例,提留风险基金,考核期内,如果出现违规,违纪或者职责内风险超长暴露等情况,将相应的扣回相关责任人的风险金。 据了解,平安银行高级管理人员部分绩效薪酬,延期支付的期限为三年,高管们的考核标准也有的新的变化。 除了盈利能力、资产质量、偿付能力、经营增长等定量业绩指标,还多了绿色金融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等定性的指标。 值得关注的是,我们最近关注的绿色金融、普惠小微带,都纳入到了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中了。 很明显,银行的薪酬激励机制正在加速,适应银行转型的方向与重点业务领域。 而不断上涨的工资包与平均工资下,收入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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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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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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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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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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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